国立大专院校录取名单公布之后 有人欢喜 有人忧 有的学子成功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和科系 但也有的学子希望落空 是的 高等教育局总监拿督胡塞尼奥马就指出 今年共有90745人符合大学录取资格 但是由于学额公布应求 只有71615人被录取 胡塞尼也以最热门的科系医学系为例子 政府大学一共是开放了680个学额 但是申请人数多达1931人 符合资格的有1841人 这导致超过一半的人会被淘汰 政府大学录取名单日前公布后 有累计平均积分4分的学生 申请不到主义科系或大学 甚至不被录取 高等教育局总监拿督胡塞尼奥马指出 共有115477人申请进入政府大学 其中9745人符合大学录取资格 但由于学额公布应求 因此只有71615人被录取 换句话说 有将近两万名学子申请落空 书封建公布 tempat di Universiti Awam ini adalah terhad dan sekarang ini apa ini dia panggil kompetitif terlalu persaingannya adalah terlalu orang kata terlalu tinggi lah untuk mendapatkan tempat di Universiti Awam 这会显示一件最好的事 在超过7万名录取的学生中 有48,665人是大马高等教育文凭 STPM学生和大学预科班毕业生 2974人是大马高级宗教文凭毕业生 和19976人是专科文凭毕业生 他们被分配到国内20所大专 胡塞尼奥马今天和高等教育局招生处主任 华西诺丁召开记者会汇报录取情况时 也列出了三大热门科系 分别是医学系、会计系和法律系 而这些科系的录取率都不超过四成 胡塞尼以最热门的科系医学系为例子 政府大学共开放680个学额 但是申请的人数多达1931人 在UPU上协议与教育局 可以给我们的资料 所以地方可以给我们的资料 最低的资料是692人 所以如果在692人 有些资料之类的资料 可能地方可以拒绝 这是在搜索的资料 其他热门科系还包括 牙科系、药剂系、机械工程系、电器工程系、电子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 此外华西诺丁也在说明申请流程时表示 学省申请成功的原因 包括在大学中心单位线上申请成功提交表格 符合科系的特殊条件 有学额成功通过面试或测试 以及成绩排名靠前 他表示学省的成绩是由90%的学术成绩和10%的课外活动成绩组成 如果学省申请失败 他们可以在申请结果出炉的10天内提出上诉 是从《中心中》理线上的流程漫 允卖我们与个推荐 我就以为 我 要 拿 振 即